被战争摧残的叙利亚城市阿勒坡 有一群饥饿的动物 从废弃的动物园中被拯救了出来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 动物园的照顾者逃离该城市 动物只能自求多福 这场战争已让动物饱受凄惨遭遇 他们哀饿憔悴 且因看到动物同伴死去而心里受创 但幸好上周已有人对部分动物伸出援手 将他们撤至土耳其的康复中心 经过动物慈善机构FORPOSE 与土耳其政府联手援助 已有三只狮子 两只老虎 两头熊及两头土狼获救 获救动物将接受健康检查 同时FORPOSE也将尝试为他们找到新家 该慈善机构打算近期内发起第二项拯救任务 再从动物园拯救两只狮子 两只野狗 阿勒坡在叙利亚长达六年的内战中 遭受过最惨烈的战事摧残 目前已由政府掌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